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贝力苏的频道 今天的居家运动目标是 以次燃烧下腹以及腰间的坠肉 这两个部位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的影片 那在这之前 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顺便follow我的IG Let's get ready! 今天总共有十五组运动 每组20-40秒 中间四十休息10-15秒 我们先从三段式降腿加缩腿开始 躺在瑜伽垫上 转移下骨盆让下药被紧贴地面 双腿伸直抬起与身体称90度 先降下30度停留3秒 再降下30度停留3秒 最后降下靠近地面3秒后 再降腿缩回并重复 注意降腿降得越低 越需要使用到腹部的力量 努力利用大脑连接到肌肉 提升感受度加油 3秒後 4秒後 5秒后 遮住身体移身体 2秒后 2秒后 3秒后 3秒后 5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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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秒后 6秒后 再来手腕弯曲90度 抬起身体 双腿伸直抬起 一腿朝斜前方的位置降下 再抬起 另一腿再重复动作 最后两只腿一起朝斜前方的位置降下 并重复 降下时吸气 抬起腿时慢慢吐气 接着转身 成直手棒式的动作 确保手腕在肩膀的正下方 收紧腹部夹紧臀部后 拉起一腿的膝盖至胸下促 并向胸部的地方卷起 用力挤一下下腹肌 你会深深感觉到下腹肌肉的收紧 再重复另一腿 下一个是右侧棒式 确保右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 肩膀、骨盆、膝盖及脚踝 成一直线后 撑起身体 并慢慢降下臀部再抬起 除非失去平衡 不让降下时 臀部不要整个贴在地上哦 没有休息同样的姿势 左脚步移动位置 左手抱头 并拉起右膝盖交叉卷腹 我知道右侧腹的地方很燃烧 但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加油 再来转身 我们来做棒式扭转 成手肘棒式 确保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 收紧腹部后 身体朝一边扭转 同时降下臀部 脚与脚趾随着摆动 臀部停顿点两下后 转回中间 再重复另一边 注意扭转身体时 骨盆不用着地 接着是我很喜欢的瑜伽鞦韆式 坐起层跪姿 臀部坐在脚踝上 双手放到大腿靠近膝盖的两侧 利用双手支撑起身体 同时将膝盖拉近胸部的位置 用力的挤压腹部的肌肉 双脚不用悬空 做这个动作慢慢做 不求快 努力感受到腹部的挤压最重要 今天的训练也完成了一半啰 下一个是侧棒式 我们刚刚完成了右侧 现在换左侧拉 一样确保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 肩膀骨盆膝盖脚踝成一直线后 再撑起身体并降下臀部 没有休息同样的姿势 右脚不动 右手抱头 并拉起左膝盖做交叉卷腹 你可以的别放弃 再来捶死之虫 躺在瑜伽垫上 转一下骨盆 确保下腰被贴地后 双腿屈膝抬起 双手伸直抬起 这次有别于以往的死虫式 我们要将手脚往斜边的方向降下 再重复另一边 一手降下时 是对边的脚跟着降下哦 没有休息接着是暴息 同样的躺在瑜伽垫上 张开双臂同时伸直双腿 屈膝缩回双腿 同时双臂合起 缩回双腿时可以轻轻地抬起臀部 加强收紧下腹肌 下一个是手肘撑体蜘蛛式 呈手肘棒式 收紧腹部后 膝盖往侧边拉起 试着触碰手臂 用力地挤一下侧腹肌 再重复另一边 今天的运动还剩下两分钟 别在这里停止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来转身躺在瑜伽垫上 确保下腰被贴地后 双腿伸直抬起在空中 约45度左右 并往顺时针的方向画圈 圈圈不用画得太大 主要是感受到下腹部 挤侧腰的肌肉群就好 保持呼吸顺畅 不要憋气哦 好 我们现在换逆时针的方向画圈 接着一样躺着 双腿屈膝成90度左右 下腹用力地抬起臀部 双腿并顺势地向上伸直 再控制力量地慢慢降下臀部 注意降下臀部时 保持膝盖在臀部的正上方 不要下拉双腿 以免拱起下腰背 导致腰部疼痛 今天最后一组动作没有休息 现在双手张开贴地 双腿保持屈膝 并慢慢地往一侧降下 降下时吸气 双腿拉回中间时满满吐气 再重复另一边 太好了 恭喜你完成了运动 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下个运动见吧 Bye